中国外交部已经发表声明 并向立陶宛方面宣布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根据伟业纳外交关系公约 外交关系分为大使级公使级代办级中方的有关决定 已经充分体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接下来大家最应该关心的是立陶宛 究竟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还是纠正错误亡羊不劳